斗罗大结局 海神与修罗神又吵起来了 修罗 你说咱们哥俩这样算不算是做了弊了 你可是咱们神界的执法者 你这是执法犯法啊你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执法犯法 这还没有啊 还不够明显吗 你借助小五那姑娘的身体做嫁衣 还在唐三海神传承的时候 将你的修罗神力隐藏在他的第二武魂里边 哼 这只是我为了我的传承提供的一些便利而已 就像你在唐三进行海神传承时 本体出现在他面前一样 和你的行为比起来 我这又算什么呀 我又没有帮助他进行传承 没你那么老了 我呸 那小五体内的修罗神力自行发动 你又怎么解释 唐三的复活你又怎么解释了 如果不是你说动了石神和韭菜神女 他们怎么会在那两个传承人 使用五魂融合剂的时候 下界去施展神级的复活之光 虽然这是受到了他们传承人的呼唤 但他们完全可以不去理会 我这最多算是合理利用规则而已 那小五身上释放出的修罗神力呢 如果没有你的修罗神力护住那一时大厅 那个罗刹神的传承人会发现不了唐三复活了 那个时候他主动攻击唐三一样完蛋 我怎么听上去你希望唐三死 我只是不甘心 原本我好好的传承人 现在要分你一半 他身上写着你的名字吗 谁证明他就是你的 而且本座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背规则 我最多只是引动了一下修罗神力而已 而且是用在我的传承人身上 这是规则允许的 身为神界执法者 本座绝不会自己违背规矩 好好好 我说不过你 我还不知道你的想法 你还不是希望以后唐三能够再来到神界之后 接替你的执法位置 你好休息偷懒休年假 是不是 彼此彼此 怎么可能 出什么事了 是一个叫五行大陆的世界 我派人去执行政 却被杀了 我必须要去看看 什么 你门下的执法者也会被杀 对方是何等实力啊 突然间 一道黑白混合的双色光芒从偏而降 修罗神大人 两位神王尤其 走了 看来那什么五行大陆上 似乎真出事情了 光我屁事 反正没我什么事 让修罗训头疼好了 你是不是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 我什么事 感谢观看